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设于台中市东区建国市场,台中第八处,也是中市食材树栏最高的爱心食材交流平台,今天欢喜开张罗。 这处平台平均每月可提供高达4000公斤的食材量,以最迅速方式,提供给社区发展协会或关怀据点。 副市长林依宁致辞实强调,这是中市政府社会局、经发局跨局携手,与建国市场合作建制的平台,感谢该市场摊商的踊跃响应,让爱心在最短时间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。 他更期待台中市的爱心,能够推广全国,让社会每个角落充满关怀。 在欢乐气氛中,建国市场爱心食材交流平台于今天上午,由副市长林依宁,地位黄国书,市议员邱素珍,和敏诚。 建国市场自治会长蔡林侵等人揭幕,市府经发局指出,建国公有零售市场爱心食材交流平台于今年5月事半,事半至昨天,一类计提供食材6200多公斤,供应6300多人食用。 目前每天分别提供台中市东区东信社区发展协会,台中市东区石甲社区发展协会,台中市东市社区发展协会,台中市东区合作社区发展协会,台中市照顾服务管理协进会,台中市东南长青会等6个照顾关怀据点,让贪商多余食材不致浪费,也让长者及弱势民众感受社会温暖。 市议员邱素珍表示,爱心食物交流平台将资源有效连接在地民众,市场摊商把胃售出或卖箱不佳,但仍可食用的鱼肉蔬果,提供给平台,食物不浪费,更可提供各社区关怀据点掌备共餐,充分发挥盛食共享理念。 可说相得益彰,建国市场自治会蔡会长说,建国市场先移新职后,不仅环境改变,摊商业绩也有显著成长。 爱心食材交流平台于5月事半时,市场摊商热烈响应,热心民众林小利也捐赠两台中古冰箱,让该市场包存爱心食材的机制更完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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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